欢迎收看财经Expresso 晚上好 我是夏师 首先来看今天的马股走势 美国升息步伐预期加快 特朗普执意实施钢铝关税 贸易战如见在闲 可能扰乱全球经济成长步伐 马股跌破1850点 来到1842.62点 全天跌了13.45点 汇率方面也受到影响 货币走势不明浪 截至下午6点 马币对美元跌至3.9050令吉 接着来看今天的市场交易数据 散户及本地机构 今天净买入7820万令吉 以及7356万令吉 而外资则净卖出1亿5176万令吉 接着来看企业Black and White的单元 吉隆坡购物商场越开越多 竞争也日益剧烈 而早在水龙拥有多座商场的丹斯里谢富年 选择北望槟城市场 他属下的双微集团将斥资5亿令吉 为槟城的双微嘉年华购物广场展开第二期扩建计划 以引进更多国际品牌 扩建计划预计2020年竣工 届时制作商场的面积将提高到1倍到145万平方英尺 谢富年表示 双微集团25年前就投资槟城 未来的10年里 该集团也计划加码10亿令吉投资 除了购物商场 该公司也打算扩建微省区的意愿 换个焦点 林木生集团LBS计划和NWP控股联手 将珠海国际赛车厂的264英亩地段 发展为综合商业产业项目 配合这个目标 林木生集团将以9,350万令吉 买下NWP控股的73.7%股权 并向其他股东全面认购剩余股权 每股出价8.5仙 林木生集团间接持有 珠海国际赛车厂的60%股权 已经获得批准展开综合商业发展计划 由于这项计划需要大量融资 因此该公司鉴定了NWP控股为联营伙伴 最后来看今年1月的贸易数据 电子电器需求强劲 推动出口按年增长17.9%至829亿令吉 超越市场预测的13% 1月进口增加11.6% 贸易盈余被增至97亿令吉 也超过市场预测的11%和79亿令吉 不过经济水家认为 1月贸易大增 主要是出口商趁农历新年前 加快结账活动的结果 预料2月数据将恢复正常 目前他们正密切关注 美国总统特朗普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 今天的财经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